徐克成广州副大肿瘤院长,知名消化科专家和肿瘤专家,中宣布授语时代楷模称号,第四届广东省道德模板,至中文化It's some culture 案家,今年七十七岁的徐克成,精神绝朔,2001年,他以61岁高龄创办广州副大肿瘤济南大学附属, 隶属于广东省危机委之馆,设立不收红包,不收回扣,不接受痴情连异规矩,2006年,66岁时,身为肿瘤院长的他,体检时却发现自己患上肝癌,如今十一年过去了,癌症都没有复发,患癌后,他在接受采访和不同场合,说了五句大实话,揭示了他患癌十多年是如何活下来的,一第一句, 癌字三个口,很多癌症是吃出来的,身为消化科专家,徐克成明白,癌字里面三个口,很多癌症是吃出来的,癌症是吃出来的,这个话一点莫错,吃得太咸,容易患胃癌,食管癌,吃得太油腻,则容易患结肠癌,胰腺癌,前列腺癌,乳腺癌等,多吃低至高纤维的食物,可以有效预防结肠癌, 除此之外,一些抗氧化的食物,可以提高消灭活性氧,阻止致癌物侵入遗传基因中,防止细胞异常增值,抗氧化食物包括,含类胡萝卜素的食物如菠菜,花菜,番茄,西瓜等,多分类如栗茶,啤酒,红酒,巧克力等, 硫化物,打蒜和洋葱等同属蔬菜,卷心菜等,维生素包括维生素C,E,B1,B2和B12,常见于蔬菜,水果,花生粥,二比二聚,术后化疗不见得都有用,教训让我是深刻的是,创办肿瘤的几年里,接诊过很多肝癌患者, 他们中绝大部分是在其他手术后复发,有的在术后已两年,有的则是几个月就复发,他们几乎都接受过化疗,且复发的肿瘤往往不是单个,而是成群,一下子不满全感,不仅在肝内,而且转移到肺,故,腹腔多个器官和组织,很多患者告诉我怪事,一边化疗,一边转移, 这些患者的遭遇加深了我的质疑,化疗到底对肝癌是有益无害,还是无益有害,为了质疑,我每月总要常规浏览世界文献,十年来,至少查阅了一千多篇,几乎都发表在美欧杂志上的所谓FCI论文,希望找到灵丹妙妙,为病人,也为自己,结果是失望的,一份大型会最分析,包括57份研究, 这几次1756例的管细胞性肝癌,患者年龄49到67岁,文章结论是述后辅助性化疗或放疗不显示是有益的,因此,我拒绝了化疗,至于为什么,一边化疗,一边转移, 我在另一篇文章,化疗无效的出路何在,已经说了,是化疗导致癌细胞基因在变异,变成了离群者,变得不仅不买化疗要的账,而且变本加厉,更加恶性,临床医生在决定是否给患者化疗时,要多些质疑, 不要仅仅聚焦于癌症,更要聚焦于整个系统稳定性,要考虑,是让病人生命延长,不是延长几天几个月,而是生存几年,多年,还是适得其反。 第三句,癌症不能移现了只仅有20%癌症患者可以进行手术,通常患了癌症,大家都会想到手术切除,达到斩讨除根的效果,但是是证明,癌症患者中,仅有20%的患者可以进行手术。 原因有三,01癌症早期无症状,被发现时,或者因为癌症太大,或因为部位特殊,或已发生转移,无法接触,02患者年龄大,或合并其他疾病,无条件手术,癌细胞想要斩进砂质几乎是不可能,需要新思路抗肿瘤,学科成员长介绍,癌症一开始发病,就是一个全身性,系统性疾病, 虽然手术切除是根治癌症最主要的方法,但根治不等于治愈,有研究显示,70%的乳腺癌病人,即使是在早期,癌细胞也可能存在于外周血液和骨髓中,这些癌细胞常以来该细胞形式存在,处于休眠状态,一旦时机成熟,变速性,快速生长,形成新的肿瘤,因此,通过手术把乳腺癌 切掉,不癌拿掉,全身性的癌细胞仍然是没法除静的,癌症,不能手术,又该如何? 实验长介绍,现代癌症融入了越来越多高新技术,对于无法进行手术的患者,应该利用高新技术,进行综合,所谓的综合包括三结合,即传统技术与高新技术相结合。 高新技术与高新技术相结合,传统医疗与现代医疗结合,四第四句,看病不能性广告很多人最后都是人才两空。 许多临床都有这样的诊疗经验,一些肝炎病人有满性肝炎,逐步转为肝硬化,然后肝硬化癌变,形成肝炎肝硬化肝癌,三不取。 当然,这里所指的肝炎是指乙型或秉型肝炎,假如患者只有大三粮或小三粮,转大煤没有升高,没有肝功能的损害,那么我们成为乙肝病毒携带者。 一旦病毒携带者的肝癌的几率确实要大得多,但目前95%以上都无法治愈,唯一的办法就是病气复查。 一旦发现肝癌及时处理,早期肝癌的治愈率可达90%,一旦病毒是无法控制的。 大小三粮没有意义,很多大小三粮患者为了预防肝癌,想尽办法肩方百计,想要去除大小三粮。 不少商家也打出了治愈大小三粮的药品广告,许院长语重心长的说,我研究肝臓病40年。 大家不要迷信大小三粮可以去除,迄今为止,没有任何药物可以大小三粮,肝癌素等药物可以肝炎,但不是大小三粮。 我曾经在各大肝病主题会议上大声疾呼,很多大小三粮的药物都是没有用的,劝大家不要上当受骗,很多人最后相信广告的结果都是人才两空。 五第五句,治癌鲜药至新,很多人都是被自己吓死的,学科常常说,一些病人不是因为患癌死的,而是被吓死的。 当我得知自己患癌后也惶恐了一段时间,人总是要死的,我很坦然地面对这个事情,发现以后,我很快接受了事实,但是这个还是一个很恶心的肿瘤,五年生存率就是百分之几, 这种情况之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挑战。 学科常说,我必须让自己活下来,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完成。 比如说,癌症是一个慢性病,要与癌共存,要采取人性化的。 不要让病人吃二次苦,让病人有一个愉快的生活。 这叫活在当下,向死而生,这些观点我必须把它系统化,必须把它形成一个概念和模式,从而推广下去。 十一年过去了,她的癌症并没有复发,她仍然带领团队继续攻克生命科学疑难杂症,开开心心,平衡饮食,质量运动,坚持工作,这就是她的秘诀。 她说,或许哪一天,我真的倒下了,可能倒在手术台前,可能倒在病人床边,可能倒在我自己的办公室里,我不会抱怨,不会懊恼,因为那将是我履行医生职责使命。 为实现我一辈子为患者服务的梦想,画上的一个圆满句号。 徐克成,我对癌症患者讲实话,三十九健康榜,患癌十一年,这位医生是如何活下来的,医学界中流频道,时代采摩,徐克成,抗癌需要新思路,丁湘元,徐克成,与癌作战,与癌共存一名癌症医生的不到之路,南方周末,癌症克星宣化肝癌生存十一年,听他讲述与刘共存的故事,扬州晚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